上級美食特務小肥 爽吃內湖737美食一條街 今天要繼續帶大家 品嘗爆汁小籠包 我肉吃那麼多 爽口清蒸把玩 這裡有多Q彈 裡面肉也好多 東令吉普麻油雞 徐徐蜜蜜蜜的麻油香 就是這一味 而且好順口喔 現煮花生紅豆湯 它的料那個是一明就化開耶 煮得迷迷髒髒 但是你看還看得到它的顆粒 現在就跟著下班公放吧 一通玩樂趣 到七菜氣象啊 還有一家不能做過的美食 就是小籠包了 這家原本是737 像人氣小籠包攤車 老闆為了確保狼客 都能夠吃到美味餐點 所以採取了點餐機 現點現做的方式 我說曉飛啊 趕快點好餐 享用熱騰騰的小籠包啦 小籠包上桌了 先從它的招牌開始下手 肉汁好多喔 怎麼肉汁那麼多喔 超濕潤的 我剛剛一咬下去 整個肉汁都被我吸起來了 它的皮啊 就有Q勁 就有彈性 有嚼勁一點點的 配上它的這個肉 用的是 溫體的黑豬肉 然後加上 以來非常有名的三星蔥 下去包的這一顆 小籠包 我的老天兒啊 這小籠包 裡面的湯汁 簡直要造大水啊 難怪成為必點紅排 這原味就很好吃了 但你們知道小籠包 要配什麼醬才好吃嗎 有一種醬在這邊非常出名 叫做人熊 蛤 人熊 妳是在說什麼啊 不過呢 其實我最近呢 比較喜歡的是 詹雅雲 詹雅雲 詹人熊 爛數了 爛數了 我還詹姆士 詹維忠 詹友仁 詹詹之喜 詹在高崗山 好啦 趕快給我好好介紹啦 直接來配配看囉 這醬配得很厲害 一點點微辣 醬油 配上它的這個蔥啊 一點點醋 然後香油 哇 這個味道提得不一樣了 對 喜歡重口味的 可以加點醬來吃 除了這必點的小籠包 這邊還有一位人氣蒸餃 試過保證 讓妳一秒愛上它的唷 妳沒看啦 它這個茄子 有看到嗎 這麼大的餃子耶 這邊咬一口 然後雞皮就流出來 好厲害喔 除了這個皮 也是有Q度之外 裡面這個肉啊 也是用溫體黑豬肉 配上的高麗菜 是高山的高麗菜 所以有種清甜感 哇 這蒸餃也太厲害了吧 QQ的外皮 多汁juicy的豬肉內餡 還有搭配高麗菜的清爽 然而一吃就聽不下來了啦 一口包子 一口蒸餃 再來喝一口湯 有微微的這種胡椒香 它用胡椒下去把它的辣度做出來 酸度就是加烏醋來的 再配上這個料 太滿足了 好滿足... 不管是點小籠包還是湯包 從爆製的口感 還有紮實的內餡當中啊 就可以感受到 老闆的熱情還有用心喔 再搭配上 一碗料多味美的酸辣湯 就像被注入了百年公里 讓我經驗值直充滿甜 曉飛 聽說737像這邊 還有一款健康不可有的清真肉丸耶 來去試試看吧 737的美食真的是吃不完啊 老闆 你好 肉丸跟豬肚四神湯 好 內用喔 對 內用 好 準備吃喔 哇 看這一顆顆 真的晶瑩剔透的肉丸 我口水都要流下來了啦 不來上一顆 怎麼可以咧 肉丸上桌了 你們看啦 這皮有多Q彈 裡面肉也好多喔 直接來吃它 皮非常的酥溜 而且它的肉也很厲害 有一點點肉桂的香氣 整個肉量也用得非常的飽滿跟紮實 而且那個偏瘦肉 吃起來也不會有負擔 搭配上它的沾醬 一種是這個褐色的沾醬 有一點點沙茶的香氣 紅色的是甜醬 把這個醬淋上去啊 就會有鮮甜鮮甜 不同的風味跟口感 又Q又不膩 搭配醬料 吃起來一點都不費力 那可不可以幫我外帶一兩粒 你爸托 還不夠小肥 你剛剛是不是還有點什麼啊 豬肚四神湯 滿滿的都是料 你看它的豬肚有多少塊 天氣冷的時候 配上這個四神湯 真的是暖腥又暖胃 它的豬肚處理得非常好 很新鮮耶 完全就不會有那種豬腥味 配上它這個四神湯 有一點點酒香跟藥材香在裡面 非常非常的順口 沒想到 新鮮肉圓搭配豬肚四神湯 看似簡單 卻蘊含著生活功力耶 在寒冷的天氣啊 能夠吃上一份 人生就圓滿啦 我從海外靠到屁流 那麻油香啊 陣陣飄來 巡線就找到這個 會在路口的這一間麻油機 好香喔 這種微涼的天氣喔 來喝一碗這個麻油太舒服了 這間位於內湖737 行啊靠的人氣麻油機 溫補不燥熱 趕快來去補一補 哇 你看 雞腿肉好大一塊喔 裡面的料有多少多滿啊 先喝喝看它的湯頭好了 熏熏蜜蜜的麻油香 就是這一味 而且好順口喔 而且你看啊 雖然它是用麻油啊 但是你喝起來 非常非常的不會油膩 香氣很夠 這個雞肉整個麻油的香氣啊 吸得滿滿滿 還非常的熱 這麻油雞肉啊 新鮮吃得到 一入口感受到麻油的清香不嗆鼻 緊接著雞肉鮮甜 老闆說啊 他特別先將雞肉用麻油炒過 將麻油還有雞汁牢牢鎖住 吃完之後啊 也牢牢鎖住客人的心耶 小肥啊 你又偷拿老闆什麼東西啊 這是老闆特製的辣椒甲 沾一下 就這塊松阪汁 有辣耶 好吃... 吃到怕了吧 只是光吃麻油雞湯還不夠啊 一定要再加上一碗麻油麵蟹 這樣才過癮啦 哇 已經吸了滿滿的麻油汁了耶 吃吃看 墊墊煮得剛剛好 不會太爛 然後呢 再拌上一點點那個麻油 哇 這整個香氣都串上來了 這家店呢 還有一個非常獨門的吃法 蒜頭直接狠狠的給它加上一大匙 拌進去 加上這個蒜頭不得了 那個辛辣感 淡水的麻油香也很適合耶 是不是有沒有 麻油麵線配上蒜頭 一口吃下 蒜頭嗆香直衝腦門 略帶嚼勁的麵線 夾帶麻油香氣霸佔你的味蕾 平民料理卻富有層次 難怪這家店啊 可以在737這美食一擊戰區 佔有一席之地啊 接下來在737上的這一家 是曉肥的私房推薦 而且你只有冬天來才吃得到喔 不愧是在地來行的啦 手工花生湯 紅豆湯 可是冬日限定喔 最特別的啊 是現點現煮的配料 就是要讓人客 吃到熱騰騰的美味 像是戀人的手心 真是暖心 暖胃 有幸福啊 甜度很適中 它的料真的是一鳴就掛開耶 煮得迷迷爽爽 但是呢 你看還看得到它的顆粒 好用心的一碗甜湯喔 來吃它的料 我只能說 真的是Q彈到了幸福的境界了 好Q彈喔 甜醉就是不一樣啦 入口的時候啊 花生還有紅豆的香氣 組成的雙人舞姿 在口中翩翩起舞 搭配各種湯圓 玉圓 搖起來就像是搭配 舞蹈的重低音響 震動口腔實在是太震撼了 我說小肥啊 我說到脆到全面 你不好好主食 居然還給我搭訕 旁邊的小鮮肉啊 你點的是什麼 紅豆湯 紅豆湯 也是紅豆湯圓 那我問一下這個日本朋友 你吃起來感覺怎麼樣 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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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吃 好吃嗎 他說非常好吃 內湖七三七 抱歉 我們來晚了 但後果在 有老闆們不便的用心還有堅持 我們的味蕾 才有機會再次遇見美好的味道 美食特務小肥會繼續幫大家說 尋找各地好吃好玩 下班勾放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吃點心 太開心了 我們在這邊吃的是 享受古城脈油的工具 那這棟有什麼特別的之處嗎 這一棟啊 它已經有100多年的歷史 那它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緬甸的商人蓋的 這棟建築物呢 它因為當時蓋的時候 正好是二戰的時候 所以說在這個建築裡面 有機關的 剛才我們有上去二樓 稍微看一下下 是不是有個機關 就是你說可以躲的地方 對 在玩什麼貓貓 我跟你講一秒鐘就被找到 對 欸你在哪裡 嘿嘿 通常要找 欸你不就在爬樓梯嗎 男幫人可能就比較純樸吧 覺得這樣可以騙得過敵人這樣子 然後點心也很特別耶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咖啡 然後也有賣這個 富朗泥 對 記住你要不要吃吃看 富朗泥就是要吃這種溫溫熱的 因為它呢 在給你們上座之前 還會先回烤一下 富朗泥咪巧克力才會融化進去 它這個甜點呢做得很棒 然後呢空間環境又很舒適 這麼的寬敞 對啊 可是這種大樓 它的名字也很特別 它為什麼叫做夢不行呢 其實這個夢不行啊 它是我們的音譯啦 它其實是用這個 建這棟建物的那個 主人的名字去翻過來的 建這棟建物的主人 它叫做夢威信 對 夢威信 夢威廳真的很像夢不行 對 它是緬甸人 那是它的名字 那其實只是音譯過來夢不行 但其實還蠻符合它的 建築的整個狀態的 這個南芒古城 真的是很值得大家親自一起來玩 對 真的 真的從此以後 小孩子真的是都會聽你的話 幫你視為偶像 把它帶來這個地方以後 對不對 好啦 我們享用美食 下方高碰吧 我們下次見 掰掰